我看刚才好玩的问题 学到现在 如果我们的XML配置文件 完全暴露在hacker手中 整个网站是不是就危险了 什么叫整个网站啊 就是说你的仓库危险了 跟你的网站有什么关系 你说的是安全好吧 这是个很大的话题 这话题说起来就没边了 总而言之 我告诉你一点 安全的问题 开发人员一般不考虑 专门的系统管理员来考虑 另外没有绝对的安全 永远没有绝对的安全 银行的系统够安全了吧 地震怎么样 没准就会就会完就会完蛋 地震完蛋不了爆炸 爆炸完蛋不了 直接小行星撞地球 我不信他完蛋不了 没有绝对的安全好吧 安全问题今天不讨论啊 哦对 伟哥说那个 伟哥叫我马哥 我叫伟哥叫伟哥 伟哥说论坛咋还不出 我们也比较犹豫 我们想用自己写的 这个新的论坛 也可以用老的那个 但比较差劲 我们想用新的论坛 其实就是自己写的 这个新的论坛 嗯 如果来不及就先用一个别人的 或者用用老的啊 这个再说吧 好吧 嗯 好了 我们接着往下讲 服务器我们就配置好了 注意啊 这是站在项目经理 或者说站在管理员的角度 把服务器建好了 下面呢 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开始 站在 客户端的角度 站在开发人员的角度 这时候我们用的另外一个软件 叫 TOTUS SVN 但是你打开TOTUS SVN的快递方式 你会发现里面没有什么可执行的程序 TOTUS SVN 当你运行它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了 它说 TOTUS SVN is a shell extension 是一个脚本扩展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TOTUS SVN 是跟你的Windows的shell Windows的这种外壳 结合到一起的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这里 真够讨厌的 就别请求了 我这机器都快 死掉了 好 看这里 share 我在share下面呢 注意啊 我建的是一个 用户 U1 比如说这是U1的工作目录 在这里点右键 你会发现多了两个选项 第一个叫SVN Checkout 第二个叫TOTUS SVN 这里就是SVN的客户端了 你在逻辑上一定要把它分开 刚才我们建的是服务器 那个服务器很可能在别的机器上 现在我们用的是SVN的客户端 SVN客户端最简单的操作 看这里 你可以先执行这个命令 叫Repository Browser 也就是说仓库的浏览器 仓库浏览器 填进我们刚才建的那个仓库的地址 我们刚才建的仓库的地址 就叫SVN冒号 Localhost 这是网络上访问这个地址 你从远程访问我的IP 也可以访问的到 我现在这台机器公网是有IP的 暂时不告诉你 不过你从远程是可以访问的 没问题 点OK 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远程仓库里面的东西了 当然目前我们的库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看不到任何东西 你可以去浏览远程的库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浏览一下 像什么Spring啊 Hypernet Strax啊 它的库 Spring Hypernet Strax的库 你可以去到他们自己的网站上去查 也可以简单查一下 比方查Strax吧 Straxsvn地址 使用subversion 版本控制svn的url地址 svn资源 Strax的svn资源 看这里 这个呢 就是Strax的地址 当然它是用命令行来 来往外拿东西 叫svncheckout checkout 叫从仓库往我这里拿 checkin 叫从我这里往仓库里提交 把这地址复制下来 这个地址是http的 我们自己建的是svn打头的 http的就是和Apa 结合起结合到了一起 对于客户端 无所谓 都一样 svn repositorybrowser ctrv 这就是Strax的地址 点OK 它会尝试去连接 好了 这现在就是在远程的Strax上的目录 比如说你想看这个Strax最新的圆码 打开Strax2 一般的开源项目都这么建 一个叫trunk 主干 一个叫tags 标签 一个叫brunches 叫分支 trunk是主干 这里面所有的圆码都有 tags打开来 你就能看懂是什么意思了 Strax的每一个版本都在里边 brunches是分支 分支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拷贝 Tags只是打个标签 2.0 2.1 两个分支 其他的分支我也看不懂什么意思 不管它 好了 在你也可以把我们自己这个库里面的内容呢 全都给拿下来 svncheckout 注意我现在做的是checkout 听我说这是最常见的操作 checkout 像我们刚才建的这个目录U1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概念workspace 我们需要把这个库里面的内容给它下载下来 这个下载的过程称之为checkout 这个叫checkout 这个叫checkout 上传的过程呢 叫checkin 我们下载自己的下载stress的话太太太太太太慢 因为我现在给你演示 我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它只是建了一个.svn的目录 我要想要在我自己的workspace里面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 我在这里加了一个新的文件 看这里 点右键 先建一个文件夹 我想做我自己的一个项目 project 一 在项目里面呢 有自己的文件 hello.java hello.java 好 文件的内容我就不写了 当你 在你的注意这是你做的操作全是在本地进行的 你在本地做完了操作呢 需要把这个东西提交到我们的服务器上 也就是提交到我们的仓库里头 这时候会怎么做呢 点右键 tortus svn add 添加 首先呢 在本地把这两个东西添加进来 点ok 点ok 然后再 点右键 tortus svn 这时候目录就比较多了 最长 我今天先讲最常见的 我们来看这个 他在这里啊 叫 commit commit就是check in的意思 就是把我们所做的操作呢 全都提交上去 一般来讲你要注视清楚为什么要提交这次更改 所以我写上第一次提交 点ok 要我们提供用户名密码 u1 密码是pe 点ok 点ok 好了 这个时候 这些内容 就已经被提交到了服务器上 有同学说老师怎么证明啊 看这里 tortus svn reported browser 看到了吗 咱们的远程的服务器上 已经有了project1了 已经有了hello.java了 这是最常见的操作 就是 commit 相当于check in 你想把里面的内容拿出来 看这里 假如我把这个helloworld 这样删不行 现在有第二个用户 u2 u2呢 想把 u1刚刚建的那个项目 project1 拿下来之后 在这个基础上 做另外一个模块的开发 点右键 svn checkout url 到我们的最根上的路径 这样子 根下面所有的东西 就全都checkout出来了 点ok 点ok 好 大家看这里 u2会把 u1 所建的这些东西 全都checkout出来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假如我的项目 最开始的时候 项目经理搭了一个 最原始的原型 把它提交到了 仓库里面 所有的组员 不管你是在北京 还是在外地 想拿到原码 从这里去 update 也就是checkout 把它checkout出来 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做开发 我也可以做开发了就 这是最基础 最基础的一个概念 不知道大家伙 听明白了没有 好 有没有哪位同学 对刚才这一项 讲的这小段 有疑问的 嗯 好的 好的 我把这小段结束一下 好 好 好 刚才 可以 做到 效ST颊